Hello 各位朋友,歡迎回到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Omo, 歡迎回到焦達老母 正所謂打鐵趁熱 今個禮拜抽到的機器 就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駕駛心得 免得下個禮拜被人下修 沒那麼好用就...不值得嘛 另外,我之前已經做了一個機體測試 詳細我對這部機器的感受 大家可以鍵入連結看影片 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我都對機體作出一些調整 至於調整的詳細資料 我就留在這條影片的片尾 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450COS的這部機器 都玩了幾天 都差不多一個禮拜啦 但無論我打到多勤力都好 都是...輸 很多時候都是輸 1、2、3啊 然後都是要輸的 包括今場都是 不搞這部機器 因為我知道 有一部支援機在等我 我就會用這個... 小型火箭 說回這裡 因為這部機器有動力加速2的關係 撞了棍之後 它的反應會快很多 尤其是對著這些支援機 相當有利 而有兩個武器都要特別講講 就是這個... 燃燒彈 和小型火箭 燃燒彈 我通常都會先用 因為它都可以給到一個不錯的傷害 開頭測試的時候 我看到它好像不太能夠吸血 但是在實戰的時候 我覺得...傷害其實都不錯 因為如果燒到一部機器 它會有幾十的傷害 不斷加上去 然後呢 通常都會出現三次的500傷害 我覺得一百... 一千五百傷害 再加上... 用這個小飛彈來打停敵人 是一個相當好的攻擊配搭 好了 來到這裡 打算撞爆它 誰知道就撞到盾子上 接著呢 好像又被同伴斬停了 好不肯呢 就是再被人用這個支援炮火 轟停了之後 還要再多一炮 其實本身我的血是很悶的 好似支援炮火 還是自己有防 唉... 真是... 頭都大賣了 好... 再出來之後 就看看敵人在哪 剛剛我都說 應該起手是用這個... 燃燒彈會比較好 但是... 都距離頗遠 這三隻 也都不夠支援 讓我去打 同時間呢 我們這邊有兩個同伴 好似搞來搞去都搞不成 不如就決定 幫到這邊先 小飛彈呢 用來補丁呢 其實是相當不錯 而且大家應該會看到 扣了幾千五百 好... 搞定什麼之後呢 就... 幫一下手吧 不過可惜這個呢 我是撞遲了 最奇怪的是 他這支槍 明明是沒有指著我 但是又打得中 他這支槍槍的炮風 沒理由這麼厲害吧 但沒辦法 我都要上前逼迫他 避過了他的攻擊之後 都是用小型飛彈 去打停他 和落刀 唯有我自己頂住前面這一隻 但是呢 已經剩下三打二的情況 我就唯有用這個... 暴力攻擊 第一下呢 騙到他 然後呢 現在好像是三打二的 但是呢 我後面的同伴的一個輸出 好像就... 就... 不夠了 一路呢 都在... 這個低蛙地方 去避下同伴 對面的敵人 看到我掃東西 就走開了 所以呢 也是用小型飛彈 但是又射不中 所以現在呢 就用回... 火焰彈呢 你看到呢 是可以扣到一個相當不錯的傷害 可惜呢 我... 打完這局 我始終... 覺得呢 那個攻擊的傷害 不是那麼夠 即是我的格鬥攻擊的傷害 不是那麼夠 所以後來呢 我是加回的 好了 看到山上呢 其實呢 對面的支援機 就打得很開心 但是呢 我怎樣弄呢 我都... 我覺得 不夠... 戰力去衝上山頂 因為呢 那支炮呢 就是真的... 我真的... 賣不到他身 來到這個位呢 都嘗試去打 但是... 真是進不了 所以呢 真的要跟那部... 我忘記叫什麼 要跟那部... 我忘記叫什麼 要跟他拉遠一點距離 那... 後面這裏呢 其實是三打二的 但是呢 有兩個同伴呢 已經是被人打到停了 站在那裏 所以呢 都是要幫幫拖 打停了之後呢 落刀呢 是... 方便很多的 boost 多一下 跟著 接著 扣血 不是那麼夠多 這個呢 就... 可以搞搞的 好了 敵人就剩下 不是很多 不過可惜呢 剛剛這下呢 其實是扣了我血的 幸好是打不停的 但是好可惜呢 最可惜呢 超可惜呢 就是... 剛剛我同伴 1號那個 已經飛到老遠了 變成了 是我給3個敵人打1個 結果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留意MAP 看看他去到哪裏 蹦 結果他是不是死了 他也是一樣被人3打1 好 出來了 看到其實呢 冰臨城下 對面呢 起碼有3隻在那裏 逼近 那我就... 不是很想留在座山那裏 看到呢 這個支援機在這裏 我也想 互一互送的支援機 先打這隻 可惜最後呢 就不是我收頭 有隻 突擊機呢 想著打我支援機的主意 但是呢 就避不過我的 我的 暴力攻擊了 好 這邊呢 都是用火焰彈 起手先 那... 有成4打1 那我當然是後排攻擊 但是不知為什麼 這一刀呢 其實應該要中的 還有呢 我那個... 火箭炮呢 是... 那個... 攻擊力呢 是其差的 應該是有1800左右 但是... 打出來只有1000 多一點 但是... 這個時候呢 走去... 拆炸彈呢 真的已經太遲了 我不是很明白 是否... 這些低cost 就會容易有這些低級的錯誤呢 其實... 你打爆了敵機呢 真的一定要跟手 make sure 敵人呢 那個人仔 都是搞定的 你才好 繼續打 那麼... 被人家... 用了... 應該是... 十幾二十秒去裝炸彈 還有... 成... 五十秒去爆 我都... 不是好說得過 好了... 這一隻呢 是特別軟的 所以吃了我一套就搞定了 但是時間來到這裡呢 剩下... 二十幾秒 都做不到什麼 已經輸到... 差不多是三千分 沒什麼可以做到 那麼... 同伴都死得七七八八了 剩下二號 剛剛出了四號 唉... 保住自己的分數算數了 那麼... 不斷在後排攻擊下 就完了 還要比自己同伴多一刀 所以... 最近呢 我打這個四百五呢 都打到其實相當氣餒 如果可以選擇呢 我都會打高cost 少少 因為高cost 的戰友 一般來說 都會比較理智 好啦... 來到這裡 就... 三罐都沒用 打了七部機 平均用這部機 我都打到七部機 那麼... 去到444分 都算是不錯的 但是可惜啦... 唉... 打得勤力都沒用 來到這個時候 我都分享一下這個設定 那麼... 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推進器方面呢 我就直接改了 我... Level 3的噴蛇 之前我是用散熱那塊東西的 那麼... 只是加七 但是呢... 它那個回復速度呢 其實都不是太理想的 反正都不是那麼理想啦 那麼... 索性呢... 就將那個推進器由 加七變成加十 那麼... 那麼... 同時間呢... 我就可以提升一些space呢 就將這個... Level 3的格鬥攻擊 配件呢... 就換回去 同時再加多個... 這個... 換彈... 加速換彈的Level 2 那麼... 那個感覺呢... 射擊效能會提高啦 以及格鬥的傷害輸出呢 都會提高的 那麼... 希望這個設定可以幫到大家啦 這條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啦 那麼... 希望幫到大家... 可以... 玩得好一點這部機啦 那麼... 如果... 喜歡這條影片呢... 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吧... 拜拜...